比赛省多年前推出法语密集课程 该项目推出至今 是不是正如当年一样 备受学生和家长欢迎呢 目前面对法语教师不足的问题 当局又如何作出改善呢 与此同时为配合语文趋势 比赛省多年前 也在公校开设普通话商语课程 十年前的受访者 更会和我们分享学习普通话 对他们的影响 星期一晚10点的26分钟见证16 会和大家跟进有关这两个语言课程的报道 感谢观看